那...那個...是不是我們就... 就讓劉... 玉玉 他來... 玉玉 讓他來... 介紹我們最愛的模範 這樣齁 那你不想坐起來嗎? 我想說好像會擋到 喔... 沒有... 對... 那你不想電嗎? 沒有... 喔... 好... 那... 那我們就... 那... 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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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好意思讓大家有稍微久等一下 我們剛剛就是... 因為... 其實早上在苗栗院裡 就是還是一直在抗爭 就是蠻激烈的 所以其實阿姨們其實... 也是... 就是... 封城瀑瀑等於那邊... 抗爭完之後 就馬上趕快就是... 從院裡 然後... 來嘉義 所以剛剛有一點delay時間 很不好意思 就是... 我們趕快簡單去Seven 吃了一下晚餐這樣 然後...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 呃... 就我是院裡的女兒這樣 就是... 我從小是... 就是... 出生長大在院裡 然後... 呃... 大學的時候到台北念書 然後是因為看到... 就是... 院裡的鄉親 在能源局那邊 絕食 靜坐抗議 然後才知道說 原來我家鄉 就是有這麼一群... 這個阿公阿嬤阿伯阿伯 他們竟然就是... 為了抗爭 然後... 就是... 使出很激烈的 就是用絕食的方法 然後在能源局面前 然後... 我當時是覺得蠻正經的 就是已經有人絕食十天了 可是... 這件事在媒體的曝光率還是很低 然後政府官員還是沒有回應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 應該就是回去... 就是家鄉... 就是了解這件事情 也跟鄉親站在一起這樣 所以就從... 四月份一直參與到現在 然後今天就是... 我們有三個阿姨 他們今天都是第一次... 就是... 走出苗栗 然後... 走出院裡這個地方 然後... 用他們自己的方法 他們真的都是第一次 剛剛我們在車上... 大家還緊張得要命 想說等一下我怎麼講... 怎麼講... 我忘記了... 我現在還忘記了... 我忘記了... 不知道在說什麼... 大家都很緊張 可是我覺得他們很想要用... 他們... 他們是從去年九月份... 就一直抗爭到現在 其實過程有很多豐富的抗爭經驗 然後... 他們就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這樣 然後我一個一個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 我剛剛介紹的就是... 我是那個... 玉玉... 劉玉玉... 然後這個是那個... 玉賢阿姨 然後這個是... BRE 然後... 這邊就是玉玉阿姨 然後...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大哥... 是OA 天紅大哥 然後... 今天帶三個阿姨來... 就是... 剛好也是我... 四月份回院里 我第一個做的... 就是... 一個組織工作 就是... 把... 跨四個里的婦女們... 組成一個... 歌唱的婦女隊 想說... 藉由歌唱的過程中... 大家可以互相認識 就是... 不是只有那種... 很硬的... 到現場啊... 就打仗的那種... 所以是... 在放鬆的過程中... 大家還可以彼此聊一聊... 抗爭經驗 然後... 這三位阿姨... 她們都是婦女隊的... 成員這樣... 然後...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是... 不知道... 願你... 反風車的這個... 抗爭的... 事件... 阿姨... 哈囉... 謝謝... 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 那我就不用解釋太多啦... 對不對... 開玩笑... 那我就稍微... 簡單... 因為我覺得今天... 三位阿姨都來了... 我想要把... 比較多的時間... 留給這三位阿姨... 就是為什麼今天... 就是... 如果... 要來講議題... 其實我一個人來講... 好像就夠了... 可是為什麼今天... 會特地邀請... 三個阿姨來... 是... 我在回鄉... 就是... 參與這個抗爭的過程中... 發現在抗爭的... 女性的角色... 特別辛苦... 就是... 她們是媽媽... 所以... 她們家裡... 就要養小孩... 要煮飯... 然後... 可是同時要出來... 就是... 參與抗爭... 然後... 常常也要處理一些... 抗爭的一些公共事務... 譬如說可能... 明天要動員... 去哪裡抗議... 去經濟部... 或者是... 去台北抗議... 這裡的媽媽... 就要負責打電話... 邀約他們... 鄉里... 就是負責分攤這些公共事務... 然後... 可是... 她們晚上... 又要等到五六點了... 就開始看著時間... 啊... 要快來回家的煮飯... 啊... 有誰在等... 有孫子在等...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抗爭的過程中... 女性的角色... 我覺得... 特別辛苦... 然後... 我覺得... 她們來... 我覺得... 也是有一個機會... 去訴說... 她們抗爭的一些... 心路歷程... 很快的帶過... 就是... 院裡的一些資訊... 議題資訊的部分... 然後... 就把時間... 留給阿姨們這樣... 然後... 我就... 接下來報告... 可以有人幫我按個PPT嗎? 謝謝... 就是... 我不知道... 大家對... 風車... 就像余大哥講的... 對風車的想像是什麼... 就是... 現在在那個... 台灣的... 西海岸... 就是... 有蠻多地方都蓋了風車... 譬如說... 像那個... 呃... 跟那個... 彰化... 就是... 都有蓋了風機... 然後... 我有去過厚龍... 厚龍也蓋了風機... 苗栗厚龍... 然後我曾經就是... 因為院裡... 就是... 呃... 在四、五月份的時候... 還沒有蓋起風車... 所以我想說... 要具體去瞭解... 到底風車它多大隻... 到底它對人的影響多大... 所以我就實際去了... 厚龍的一個好望角... 就是... 看了他們的風機... 然後... 我就發現... 那個... 那個大哥他講得很好... 他就說... 人家來啊... 是... 風車的體驗... 是在下面覺得... 風車好... 好美喔... 然後可以在下面拍婚紗照... 可是其實... 對當地的居民來講... 其實... 風車是一個考驗... 就是... 大家看的這個... 就是... 這台... 車子其實很小... 可是其實它高達... 就是... 40層樓高... 的... 大型風車... 那它當然... 這麼高的... 大型的風車... 它對於... 環境啊... 或是對於人的居住... 是不是有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很明顯... 可以不用去... 訴說的... 然後我覺得... 居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 像院裡的鄉親們... 他們從現在... 以前都是沒有... 沒有蓋的過程中... 他們到了... 北邊... 厚龍... 或者是南邊的... 大鞍大甲... 去了解... 這個風車的危害... 其實他們是... 有一種... 恐懼... 就是... 不知道到底風車蓋了... 其實... 那個危害... 其實... 這麼巨大的東西... 就在你家的附近... 其實有很大的壓迫感... 更不用說... 它在旋轉的時候... 造成的各種噪音... 或者是... 血泥... 其實我覺得... 對... 當地的居民... 其實... 都是懷抱著... 很恐懼... 很不安的... 所以其實... 有很多人覺得說... 風車好像很浪漫... 就是... 就是我覺得... 也是有人這樣子講... 然後... 我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 院裡的... 這個... 就是... 風車的... 這個開發案... 它是... 就是... 就是... 這一邊... 這個圖呢... 是一個... 海岸線... 呃... 就是往這邊... 是北邊通宵... 然後... 院裡... 就是從這一條線... 一直到這邊... 然後這裡... 就是另外一個... 台中... 另外一個縣市... 台中... 大甲大岸的封場... 然後... 所以我就比較集中在... 講這個部分... 就是... 我們院裡的海岸線... 大概... 兩到三公里... 可是... 它在97年的時候... 呃... 這個... 風力發電公司... 它叫... 英華威公司... 它就是... 呃... 在97年的時候... 就是... 通過帆平... 就是... 它想要在院裡... 就是... 它其實是... 三個地方... 足南... 通宵... 院裡... 三個地方... 要蓋風機... 那就我們院裡的部分呢... 它是跨四個里... 就是... 這裡有... 這裡是院港裡... 然後... 西平裡... 海岸裡... 跟房裡裡... 然後... 像我... 我自己就是住房裡裡... 然後... 這些阿姨... 有住海岸裡... 跟院港裡... 這樣子... 然後... 它在短短的海岸線... 只有兩到三公里的過程中... 它要蓋14隻... 其實是... 密度很高... 那14隻是... 40層樓高... 大概120公尺... 大的... 那個風機... 那它的半徑... 大概有70公尺左右... 所以它是... 非常巨型的一個風機... 然後... 就要蓋... 其實蠻密集的... 然後... 其實... 我覺得... 院裡這個小鎮...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 半漁村... 然後... 半農村的小鎮... 就是... 有很多漁民... 跟... 很多農夫... 那其實... 我們在沿海岸... 就是... 我覺得台灣... 因為地霞人醜吧... 所以其實沿海岸... 住了很多... 就是... 居民... 都在沿海岸居住... 可是它其實... 風機的設立... 就是... 等於是在這個沿海岸... 就是... 滿明顯的...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蓋過來... 然後... 我覺得... 有... 蠻多... 比較誇張的地方是... 因為... 一來是沿海岸... 其實... 就是... 居民... 住的... 蠻多的... 然後... 二來是... 大家都有看到... 這裡都有一些... 建築物... 跟一些聚落... 譬如說... 像... 就有... 漁港... 然後... 這裡... 就一塊一塊的... 其實都是聚落... 那其實... 在那個... 那個範圍裡面... 其實都蠻近的... 所以... 這個是... 當時... 他們就想要把... 竹男跟... 通宵院裡... 就是... 變成一個... 風機的一個開發案... 大概是這個情形這樣... 那... 為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 那風機... 不好嗎? 就是我覺得... 現在在一個... 廢核... 或是... 反核的... 這種... 聲浪之下... 就是... 我們都知道... 核能很危險... 核能不好... 因為從日本... 福島核災之後... 就是... 我們都希望... 台灣不要再蓋... 就是... 核市... 那我們... 要有什麼樣的能源... 是對這個環境... 或是對我們的... 台灣的發展... 更好... 就會轉向... 就是... 好像... 再生能源... 是一個... 可是我覺得... 也是... 一個在思考的地方... 就是... 那到底... 什麼樣... 難道就是... 所有的再生能源... 就是... 就... 一定是好的嗎? 或者是... 再生能源... 它如何... 制定跟發展... 它才可以符合... 比較有序... 或者是... 比較友善的一種... 綠能的一種發展... 我覺得現在是... 在院裡... 遇到... 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 的確是... 那個廢核的聲浪... 太大了... 好像... 你去反風力發電... 就是一種... 很政治不正確... 的一種... 抗爭... 可是我正覺得... 其實... 院裡... 反風車的... 這個事件... 其實是... 其實我覺得... 是跟廢核走在一起的... 如果我們要廢核... 要走向更永續... 那我們就要拿起... 再生能源發展的... 這個... 責任... 我們一起來面對... 台灣要什麼樣的... 再生能源的發展... 那... 在爭議的地方... 就是... 我剛剛講的... 其實是因為... 政府在再生能源的... 這個... 這個位置上... 退位... 然後讓財團... 進來... 就是... 壟斷... 整個承包... 那個... 台灣風力發電... 的... 這個... 開發案... 所以其實... 就有蠻多爭議的... 那我們大概有整理... 三個爭議的點... 是... 比較是針對... 環品的... 就是... 英華威是那個... 風力發電公司... 然後... 幫他去... 申請... 就是... 開發... 所以要經過環境影響的評估... 那我們在... 研究他的環品... 其實他有很多... 就是... 蠻... 蠻... 就是... 其實是違法的地方... 第一個... 我覺得... 就是... 你外來的廠商... 要到一個地方... 去開發... 其實... 而且是大型的開發... 就我剛剛講的... 兩公里... 他就要蓋14支... 其實是密度很高... 而且那個東西那麼巨大... 然後... 他其實並沒有就是... 就是... 良善的跟居民做好... 就是溝通... 然後... 所以其實... 都是那個... 居民... 就是他們開始施工了... 結果居民才知道說... 蛤... 原來我家... 就是... 過幾百公尺... 就要蓋一個這麼大支的風車... 就是...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重點還是... 他用了一些... 就是... 數字規避的方法... 去增加他的... 那個... 支數... 其實... 就通院的這個... 他其實... 做了三次的... 第一次是環品... 然後再來是... 環差... 跟二次環差...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這個... 就是... 環境影響提估... 就是... 我一個... 一個... 開發商... 我想要到... 某一個地方去開發... 我就要經過... 就是... 環保署... 的... 委員的認證... 我這樣子的開發... 會不會影響環境... 什麼的... 那所謂的... 環境差異分析... 環差呢... 他就是... 一種... 比環品... 還要... 規範... 跟限制... 更低的... 有一點像... 復健一樣... 就是... 我如果在某個範圍以下... 沒有超過... 那個範圍以上... 我就可以用... 比較是... 復健... 或者是... 補健的方式... 就是... 再去... 增設... 一些... 風機... 所以... 我覺得這個... 14支的過程... 也是... 他經過環品... 跟... 第一次環差... 第二次環差... 就是... 慢慢的... 從... 9支... 變到... 14支... 所以... 他其實是... 在玩一種... 因為制定... 就有這個獨男... 所以就變成... 他那個分母... 就會變得比較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聽過士林... 就是那個... 文靈院... 就是... 他那個都更案... 就是... 原本... 他們也是... 沒有要都更嘛... 可是... 為什麼... 會... 為什麼後來... 他們會變成少數... 是因為... 他擴大了那個都更範圍... 讓更多居民... 加入這個都更... 所以... 他的分母變大... 就是... 很少數的... 說... 反對都更的... 那個... 所以我覺得... 那個邏輯是一樣的... 他在建立... 封場的時候... 他規避環品... 比較嚴格的限制... 他其實就是... 把竹男的這個部分... 加進來... 然後... 讓那個分母變大... 所以... 他可能就在... 十分之一的範圍以下... 他只要做簡單的... 補見... 就是... 環境差異分析... 然後... 去... 增設... 那個... 封機的支數...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他在... 各個地方... 就是... 環境... 其實有很多... 違法支數... 然後... 再來... 是一個... 消失的安全距離... 就是... 可以幫我按想... 就是... 我覺得... 這個... 也是我們... 願離反風車... 一直... 就是... 在抗爭的一個... 訴求... 就是... 我們重點... 不是在於... 我們要幾支幾支... 或是... 不要蓋幾支幾支... 其實是在講一個... 你這個風機... 它是一個大型的... 就是... 龐然大物... 它不是不會壞掉... 它有它... 可能... 機率... 部分的一些危險性... 譬如說... 等一下我可以讓大家看... 譬如說... 它可能會爆炸... 或是它的葉片會掉下來... 它有... 等等... 就是一些危險的狀況... 所以它不是不會壞掉... 所以它必須要有... 而且它是在海岸線一連串的...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安全的距離... 風機跟風機之間... 它如果太近了... 一定會互相打到... 或者是有些危險... 所以它風機跟風機之間... 要有安全距離... 這是一個安全距離... 第二個安全距離... 就是... 你個別的風機... 你跟居落... 跟居住的地方... 也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不能夠太近... 所以我們願離反風車... 是一直在訴求說... 這個安全距離... 台灣的政府... 應該制定出來...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 是因為台灣目前... 都沒有任何的... 安全距離的制定... 所以我覺得... 就是願離... 再打這個... 安全距離的仗... 其實也是硬仗... 就等於是... 從零... 開始去打這個過程... 然後... 那英華威... 我覺得... 他們也是自己... 自打嘴巴... 他們自己在環說書上... 說... 風力發邊的設立... 它其實是... 要離建築物... 較遠距離為原則... 可是它其實... 這句話講得很模糊... 欸... 我一個風機跟住的地方... 什麼叫... 較遠距離... 其實這個東西... 沒有一個... 制定一個規範... 可是它... 在講... 風機跟風機之間的距離的時候... 它就有明確規範一些... 三倍... 五倍... 就是... 風機跟風機之間... 至少要... 三百五公尺... 左右的那個距離... 是比較... 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 至少它在這個部分... 就是... 它自己的環說書... 也這樣子寫... 所以我們的訴求... 就會說... 我們在意的... 不只是... 風機跟風機的距離... 是跟我們... 人住的地方的距離... 你至少要有... 三百五以上吧... 因為你連... 風機跟風機之間... 都有三百五了... 你自己環說書寫... 五倍嘛... 最遠... 三百五... 那... 你跟居民的... 聚落的關係... 至少... 要三百五以上吧... 因為... 因為人其實... 比風機還要重要啊... 所以... 我們就是...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 去打我們的訴求這樣... 然後... 這個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 為什麼... 那個安全距離的... 合理性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風機... 它不是不會... 除疫... 就是有一點像... 核電廠一樣... 核電廠你從... 設置... 旋址設置... 一直到... 營運商轉... 然後到... 除疫... 其實它是要... 一套建置的過程... 那... 風機... 它不是不會壞掉... 所以它其實從... 旋址設置... 營運商轉... 一直到... 除疫... 也應該要... 一套的規範... 因為它... 它也是會有一些危險性的... 然後... 這一個是... Discovery... 它... 呃... 就是... 在丹麥... 的那個... 風機... 它就是... 失速的狀況... charter... 換 ringing... Так... えーly... 在夜清晨... notice... 一過快到罪... 黑 Cooper了... 一滴... 一個 Android... 我要可以壓馬... 份解甚麼... evenly... 一致天... Saw在八 popula... 摩圈... יauer的情況... 八 tutorial... visor... 八 Robot... 由... 然后让一场比较感动 第二个个逆指示 中间调整的一판一层 链子尖叫露到锩 然后让它砌出来了 垫大碗里面穿泡红细决 红彩曲遇到半半的地方 住户们本当贵不为是 죄 他看了晨的路面渡了,他見了聲音 哈哈,他看了數字,他的光合拍 警察 confirm了,一個損失的搖滑系統 讓走向氣勢煙轉了沙粒 有時快速地運動 這個崩潰是一個記憶 甚至一個人製的機器 可以被媽媽推出的限制 大概就是這樣 應該蠻恐怖的吧 阿姨看到會覺得很恐怖 不然會很恐怖 我覺得這個影片當時我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也把這個影片拿出來 讓一個風力發電的公司 跟經濟部能源局還有環保署 讓他了解這個狀況 這個風機不是不會壞掉 更何況台灣的其實面臨就是 我們的環境就是常常會有颱風 而且特別我們的風機都是蓋在沿海岸的部分 所以他其實是會有機率會有危險的 所以他剛剛自己在講說 他那個 他東西壞掉之後 他那個玻璃纖維 那個葉片的波形纖維 其實他變成碎片之後 他其實是可以飛到800公尺之外的居民的家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那我們一定要制定一個安全距離 來保障我們居住的環境的安全 才可以阿 你才可以去設這個風機嘛 所以就像這個 在那個厚容 就是苗栗厚容 就是大家看這個 不要以為這個是卡住 就是這個人這麼小 然後這個一根 它其實是一根葉片 就是那個風機它有三個葉片 這是風機基座嘛 然後這是它的渦輪 然後它上面有三個那個葉片 然後就有曾經發生 就是它的葉片倒在那個農田上 然後我們有去訪問那邊的阿伯 然後它就說好歹加債 是伴妹啊 那個葉片落了 因為它旁邊種那個南瓜 他說好歹加債 不是說我在那種菜 就給牽絲還是什麼的 然後後來英華我也是用幾萬塊 就是有一點補償 就是 就跟那個農夫講說 就是用這種補償去和解這樣 所以其實它具體的安全性 所以在台灣不要講剛剛的丹麥 到我們的台灣其實都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然後這個也是 就是在台中港的高美濕地 就是也是因為陣風太強 所以變成就是這個葉片就嚴重受損這樣 所以還是回到就是剛在講的 風機它是一個好的 它當然是一個好的再生能源的一種發電方式 可是它還是是一個機組 一個有危險的一個 它可能也是有危險性的工程 所以我們希望它還是可以制定一個 一個安全的距離 可以保障住在附近沿海居民的那個安全 所以我們就在講說 剛剛我講的3D、5D 那個D就是指葉片的直徑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大型的基座 它是120公尺 大概40層樓高 然後它的那個直徑大概是70公尺 所以3D就是7、3、21 就是210到350之間 所以它是一個橢圓形 就是這邊是210這邊是350 所以至少這個圈圈 那為什麼有兩個圈圈 有黃色跟紅色 它就是東北季風跟西南季風 因為那個風機啊它是360度的 就是它就是如果這邊有風吹來 它那個就會 就是會移到它那邊可以轉 所以那有時候什麼東北季風行來 它就會然後再轉這樣 所以至少就是在這個 這個形裡面 其實是不能夠有明宅的 就是而且這個明宅是 這是還是最低的要求範圍 因為我說的那個350其實是風機跟風機之間 可是風機跟明宅之間 其實應該更高於風機跟風機之間 所以我們最低最低要的 就是我們可能人命比風機還要不值錢 就是我們要的就是跟風機一樣 可是其實在現在院裡的狀況 就是今天就是早上還在打仗嘛 所以其實今天到目前為止 院裡已經立起來四隻了 然後這個T26就是院裡最南邊 第一隻被立起來的 它的這個範圍就遇到了明宅 那先不要講明宅 先講風機 它遇到了台中大甲的這隻風機 它其實已經超過範圍了 所以它其實它自己就違反 它自己環評書上寫的 風機跟風機之間的距離 至少要350 就是它這裡都違反了 所以它其實這隻立起來 就是我們現在就希望可以跟環保署施壓 就是它自己違反它的環縮書的規定 所以這隻應該要裁法 甚至就是要逼它拆掉 就是它現在等於是立起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它自己違反它的環評書 然後當然我們的訴求還是 是在於明宅之間跟風機的距離 就是連350都不到 所以就是這個是現階段就是院裡的狀況這樣 然後我就在剛剛講說院裡為什麼是一個很辛苦的戰線 就是因為台灣還沒有一個安全 風車的安全距離的相關規範 然後可是那個經濟部的能源局就會說 就是沒有啊 那就是現在就要從頭開始演你啊 然後哪裡有什麼安全規範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堆數字說 從全球的各個地方 不管是美國、英國、丹麥 他們都有對於風機跟住宅之間 或是非住宅之間 其實都有制定相關的安全規範 所以他們DAC也可以去參考這些外國的一些資料 可是每次我們去抗議的時候 他就會說那個我會study三個月這樣 我們四月份去找他的時候 他說我會study三個月 然後我們五月份再去找他的時候 我會study三個月 然後我們六月底 就是再去找他的時候 一樣去講我們會study三個月 所以其實政府的不積極的作為 其實就等於是在護航這個英華威不斷的開發下去 那稍微再打壓簡單 就是汪生剛講的他守很多地方受傷 就是因為他其實是一個硬仗 就是我覺得有幾個層次 就是當然外部台灣的反核的這個聲浪之中 這個其實是對於反風車其實 就我們其實是反核 我們同時也支持綠能 可是怎麼樣把我們的訴求講清楚 在這種反核的聲浪中其實是不容易的 第一個是外部條件 所以其實媒體的曝光率就是也蠻少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政府 台灣政府在再生能源的這個位置上 它退位 然後讓英華威去壟斷 就是這個風力開發 所以其實就是造成主管機關互踢皮球 因為環保署它是負責環境影響評估嘛 它就說我平平平 OK可以了 然後經濟部能源局它是負責風力開發的 那我們就說 那安全距離是能源局要去制定的 能源局就說 沒有啊那個環保署就給他過環品啊 啊他過我就讓他做啊 然後環保署就說 可是安全距離是你要定啊 如果你跟我講說定了安全距離 我連環品都不會給他做 所以就變成官員之間其實是互相踢皮球 然後這個是中央的部分 那地方呢 就是 大家也知道苗栗縣縣長是誰 講到苗栗縣縣長大家就笑了 阿姨的那個好好的美 留證照照照照 你怎麼說 我中文都在幹妹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阿姨已經 大家想要留證紅那個 那 大家就知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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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地方上那個優勢警力 他指法過當真的很誇張 就我自己也被套上手銬 反手銬 就是逮捕過獎 然後我們逮捕之後 就我們開了那個記者會嘛 隔一天 那個劉證紅從國外回來 然後還把那些警察叫回來 加 加獎勉勵他們 你們做的對 你們警察做的對 這樣 就是 有證明 所以就是優勢警力 執法過當 這是在地方 然後他們自己英華威的私人保 就是保全 也非法使用暴力 然後警察是完全 就是 四臥五臥這樣 這個是 當時 這是英華威的保全 然後 就踢深遠的學生 然後其實 那時候警察 就站在附近 就是 假裝說 我沒有看到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報警 你就去警局做筆錄這樣 你去驗傷 可是對於這種衝突事件 就是 他竟然公然的 讓就是 他們的保全 對我們深遠的學生 做這種暴力行為 好像 有很多張 你知道嗎 你按下 然後這個是昨天 看我嗎 對吧 這兩張啊 是一個對比 就是 這個是警察 全部 往後 就是向後轉 就是 工地是在這個地方 全部的警察 向後轉 假裝 我沒有看到工地 發生任何事情 就是 六七十名的警察 可是現場 就有一個阿姨 就我親眼看到他 就是有一個保全 起立功 然後他就有一點小跑步 就是用手肘 那個阿姨站在那邊 就是那個阿姨 好像想要保護我 因為 就是我想要進去裡面 所以 那個保全就出來擋我 就用手肘 可是那個 那個保全 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阿姨 就想說要保護我 怕我受傷 他就過去想說 不要那麼激動 什麼的 那個保全就有一點小跑步 就抓起來 他就 就用手肘這樣推阿姨 那個阿姨 那個阿姨就在我面前 這樣 咻 就是 跌在那個地上 然後 就送一擊 就這樣 重點 就是保全這樣施加暴力 這些警察 全部 就是向後轉 完全沒有 看 就會發生過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 非常的神奇 然後 這個也是優勢的警力 他用反手銬的方法 就是幫我們的鄉親 就是駕禮現場 然後這一位是我們 就是自救會的會長 陳大哥這樣 所以我們就非常的神奇 然後這個也是優勢的警力 他用反手銬的方法 就是幫我們的鄉親 就是駕禮現場 然後這一位是我們 就是自救會的會長 陳大哥這樣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警察在強制抬禮的時候 婦人就是這個 一生阿姨 就是 一人打我耶 等一下讓她講她的經驗 就是 她在抗疫的過程中 昏倒送醫 然後我覺得最可惡的是 人家已經送醫了 你那天跟鳳哥在那裡 警察叫對不對 有啊 她還被從醫院 然後硬要送她去警察局 然後現場起訴她 那種親手的 對啊 對 我們家都不敢 家都不敢 家都不敢 就是 很誇張 然後這個是 我們在抗爭現場 大家有沒有看到 都是女性 就是 然後這一個綁鐵鏈的是這個 水壁阿姨 就是她那時候帽子那個 所以其實大部分 就是我覺得 女性在抗爭的 就是 其實我覺得他們滿勇敢的 等一下可以聽聽 水壁阿姨的一些經驗 然後 然後 就是再來談一談 就是 如果 不去談能源政策 或者是 不去談 就是 到底什麼樣的風力發電 是對人是好的 我覺得回歸到一個 抗爭或是運動 它作為一種 可以改變人 或是給人力量 甚至是 付權的一個過程的話 我覺得 就是 我自己會很想要去談說 鄉親的力量是怎麼集結 他們不是我們 常知識分子 或是 是讀過書的人 他們就是在地 去住在那邊 長長久久 就是 他們其實是很想要 知足長樂的過完 就是很滿足的 過完他們的生活 可是我覺得遇到這個風車 是福也是禍 是禍 是禍也是禍 對不對 就是福 就是他們現在可以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他們的抗爭經驗 然後 他們都是不同理的之間 婦女們可以互相認識 互相談一些家庭的家務事 或者是抗風車的經驗 所以我就特別說 其實 在抗爭的過程中 怎麼樣 就是鄉親們 他們自己的抗爭的主體的意識的生成 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抗爭或是這個運動 可以留給他們的東西 然後所以其實 像我們常常就會 辦那個 XV混的活動 就是大家一起來吃XV混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集結在一起 就會報告 欸 我們最近抗到什麼狀況了 那我們今天去哪裡 有沒有什麼效果 然後大家相親講講話 然後 還有就是 我回去 就是組織了一個 就是 反風車的婦女歌唱隊 等一下可以唱歌給大家聽 那些歌詞 就是 都是他們自己改編的 真的不是 我們完全沒有動過任何手腳 他們就把 兩首 一首江蕙的歌 然後一首是 那個 抗爭這條路 就是都是他們改編的 就在過程中 跨裡的婦女之間 她們 開始有生產力 她們在創作 她們自己的故事 然後 所以我們還就是 有了一個小小的音樂會 婦女們第一次 就是上台現身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在工地 其實我們在工地 不是只是 肉搏在 就是硬碰硬 我覺得有一些 細膩的一些組織方法 像 這時候我們在拉一個布條 這個是三支 台北三支 他們反風車 有成功的一個社區 的一個 一個大哥 送給我們一條很長的布條 這個布條長達120公尺 就是跟風機的距離 就是那個風機的高度 對 一樣高 所以它非常的長 所以當 所有的鄉親一起 握著那個120公尺的布條的時候 然後在工地現場 其實還蠻聲勢浩大的 可是大家就會有一種參與感 所以大概過程是這樣 然後 就是也是回到我剛剛在講的 就是 院裡 就是反風車的這個 抗爭的事件 在台灣的 這種能源政策上 我覺得是扣連著 廢核的發展一起去想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都跟大家有關係 如果我們覺得台灣不要核子 就是我們要廢核 或者是我們要走向一種更有序 對環境友善的一種發展的話 那 那其實再生能源怎麼發展 這個是 是政府或者是環境相關的團體 或者是每個人 反核的人 廢核的人 我覺得是要共同關注 一起討論這件事 而不是把這個問題丟給偏鄉 因為我覺得其實跟蘭嶼蠻像的 就是為什麼蘭嶼是核配料 會倒到蘭嶼那邊 就是因為 大家覺得蘭嶼就是很衰小 所以就是把那個垃圾 就是丟到那邊 我真的覺得偏鄉很衰小 偏鄉就是衰小 為什麼 因為那個 那個 ET應該也知道 就是我們那是環評大位 6月4號 6月3號環評大會 外面有超多 就是高雄 雲林 然後我們院裡 都是偏鄉的 都是沿海 都是沿海偏鄉 在反對一些 有污染性 或者是傷害居度權的 一些開發的開發 就是開發案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一種感嘆就是 為什麼這些發展 就是都是要建築在 要踩在這些弱勢偏鄉 就是底層人上面去做這個發展 然後完全不在乎他們的生存權 沒有做好就是妥善的溝通 然後也沒有訂定相關的規範 就讓財團 不管是可能六星啊 或者是各種開發商 或是風力發電 甚至是核式 核廢量 就是其實都是把偏鄉 就是當水小 全部都往他那邊塞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應該是政府 或是行政黨會 或者是我們 就是在乎這片土地的人 應該共同來面對 所以 就是我覺得 反河跟反風車其實不衝突 可是我們要安全跟永續的綠能 那個安全就是我剛剛講的 風機的安全距離 那那個永續就是 是要在乎當地 在地人的一些生活跟歷史脈絡 就是去建造這樣 大概 然後就是我們的訴求 就是我們覺得他的環評其實造假 在就是因為他施工違法 就是因為剛剛什麼警察打人 然後保全打人 這個狀況都是因為政府沒有出面來負責 所以就變成我們都在承擔這種 因為他們沒有在前端做負責的動作 所以後面都是我們搭 就是被打 然後淤青什麼的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是 他要立即停工 重新做環評 然後剛剛我講的那個26號 就是應該要立即財法 對 就是這是我們的訴求 然後能源局的部分 他作為風力發電的主管機關 應該要制定安全距離 然後保障就是我們 就是居民的一些 就是居住權這樣 大概是這樣 謝謝 好然後這個 捍衛家園抗爭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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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